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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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看回整個世界裏面 大家去增相 去設計這些微型發電機組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去做呢? 因為我們認為那些發電廠你弄得很大 於是它出現的時候你也很難收拾 你看設爾諾貝爾 你看這個幅度 整塊地不能用 但是會不會就是因為我們建太大呢? 我們希望將這些髒東西集完一堆之後 希望它一次過供應了整個地方 於是將它擺到武力功能那麼遠 就是說你的國家的國土要有回不上下一代 你也要有一個相當大和渺無人煙的地方 去收藏這些核廢料 所以如果你說烏克蘭 美國這些 它有條件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對於小的國家你就不是很想的 你如果甚至香港這個地區 你有一個放在境外 放在大喊灣裡 你都提心吊膽 但是就是說 會不會其實反而如果那件東西小一點 它的風險反而會小一點呢? 於是有人重新去想 根據現在我們現代的物料更加先進 其實很可能跟一個材料能夠承受到的壓力更大的時候 我們有更加堅固更加輕巧的材料 就有理由有條件將這個核電廠做到很小 就是說發電量比較少 但是它可以做到很小 那這個啟發是來自什麼呢?就是來自核潛艇 那些核動力潛艇 核動力航空母艦 其實它就有一個小型的反應堆在那裡 它就做到很小 剛剛夠供應它自己的軍事的需要就說 但是因為擺在軍事上的東西呢 就是軍人天生服從 給你什麼你就要到那裡服役 科學家計劃 work-to-work 不需要你那些軍人的反應 是不是? 那於是就很早在軍事上有應用 那現在就是要想將這件事呢 去真的要重新包裝設計和確保到可以大眾接受 那於是真的說 其實這個討論都不是就是近年才開始的了 但是很早已經有一個探索就是說呢 要弄多一些可以放在你家裡後花園 你都不用怕 怎樣不用怕呢 就是說它的洩漏可以控制住 還有就是不會好像有福島311那種叫堆森溶解的問題 也都不會像以諾貝爾整個爆開的問題 那這個除了由它的設計要堅固之外 就是你放多少那種原料 那個材料那個量 你怎樣控制呢 都有分別 它的熱度不是很高的時候 不足夠溶掉它的外殼 那就不會有堆森溶解 你如果那個份量太多 熱到它溶掉就有這個問題 那福島那個核電廠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是突然之間去想這些微型的設計的 那這個簡稱叫做SMR 如果你看回這個世界很多的這些公司 原來剛剛說在這個今年的年頭 就是台獎Armström出來的這間New Scale 這間美國初創的核電公司 它就率先獲得了美國他們那個有關部門 對於他們這個微型發電機 核電的發電機組 那個設計的安全審批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在酷膠設計的人 但是那些能不能夠滿足到那個風險系數那些呢 原來終於就是有第一個的設計獲得審批 就是說它可以去準備去興建 準備去興建的時候 距離立即變成為可以用 我覺得距離很近 因為這些這樣 你用核分裂原理去發電 這個東西我們掌握了很多年 掌握了幾十年 只不過現在是一個微型一點的設計 所以我看不到它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設計出來是怎麼樣的樣子 可能最多有些東西去跟進 令它更加強化它的保護 令它周圍的洩漏 還有那套通常有些over-engineering的東西 怎麼會再做得好一點 就確保到它那個運轉是可以很正常的 來配合到我們日常的那些可能一條屋邨 就是現在說你會不會是一個太古城寨 需要放一個機組在那裡就能夠溫到它呢 這個就是說未來世界很可能發生的事情 而且它會說美國如果率先能夠掌握到這個技術 它會大量將這種技術輸出 當然中國它自己有發展自己的技術 中國甚至乎自己正在興建 但是你如果看回整個世界的形勢就是說 中國去向外輸出核電 受到的制肘是越來越多的 就是原本幫英國起 英國直接禁止了不讓中國幫手起 所以現在更加看到就是說 歐美那個未來核電的市場 跟那個中國和俄羅斯那裡 完全是割裂了就會是 大家就會說 這個new scale大家的潛力會怎麼看呢 但是你如果說作為一個短期的投資 我會覺得你還沒這麼快看到過收成的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 看一個長期對於未來能源的投資 我反而真的會覺得 這種微型的發電機組 如果new scale這個公司 真的已經率先拿到那個審批 率先起了率先去試呢 它整盤生意就含含聲這樣來 其實就會是 new scale是上市了沒有? 上市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說明這個是長期的長期的 很短的 過去如果看過去的股價變化 其實真的只有那幾年歷史 是很新的公司的 但是一爆起來就可能很厲害了 你真的要守很久 突然之間它就會 我覺得就有這樣的潛力在這裏 不過呢 你說的這件事 我看到這幅圖 我覺得一定可以 因為後面那個是Bill Gates 哈哈哈哈 就是2008年的時候 它已經投資了 這家叫Terra Power的公司 那Bill Gates投資得的 那大家就可能要想想跟不跟 這個Terra Power跟剛才說new scale有什麼關係? 是 沒有關係的 因為現在有 另外一間 另外一間 五間公司 現在是五間 就是現在在這個業內是開始跑 是的 那第一間就 你說的new scale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好它的 就是最先 是的 但是我數下去 我沒有看過那段新聞的 你說的我才查 哇一看到Bill Gates在那裡 2008年了 是的 那他們的設計是有在那裡 但是那個設計 差在就沒有過到那個審批 就是它的安全係數還沒有過到 但是現在就率先 the new scale 就剛剛在這一年跑出來 但是很有趣的 你看回它那個 你有利好消息 炒上去 但是那個消息就是 春光水亂鴨線支 如果你看回new scale最近的股價 其實今年年頭要升的就已經升了 是的 但是大家已經收到的 就是它可能很快就拿到這個審批 那接著來你就留意著它的消息 就是什麼時候做到那個prototype出來 就是真的根據那個設計 做到出來 然後就把它去測試 它真的去民用 這樣 那其實為什麼要想到這一類的東西 就算你多不喜歡核能也好 其實很壞的 其實對於很多的國家和地區來說 它最後不減無可減 都要走回去核能那條路 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近年常看到的例子 你看回台灣 就是當它將一個 快要起好的新核電廠 硬要去停了它之後 它最後要回去用天然氣 這樣令到每一個的發電機組 都經常要運動得很強 然後近年台灣停電又很重要 就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隔離韓國看到台灣的情形都說 要我這樣經常停電法 我不如用核電 就是這樣他們會這樣想的 就是這個台灣近年那個的能源政策 給了其中一個啟示 比如尤其是對於一些 越來越發大的國家 能不能夠承受得起 連供電都有問題的這件事 而同時間你又要被人夾 你要跑那條綠色能源的數 你要減少碳排放 你用太陽能 你不是各個國家都那麼著數 你比如像韓國那樣 去冬天 去接收太陽能的能力一定低很多 台灣你就算去天氣很多 但是其實你去到東南亞 我們這些香港台灣的地方 那個天氣系數不是太好的 你相比於沙克拉沙漠 曬到你叫救命 但是台灣和香港經常都多運有餘 甚至乎打風 所以用太陽能的效益 就算便宜也好 那就是受天氣系數的影響 就沒有那麼穩定 所以你無可避免就是 大家都要用一些比較 然後傷害性少的一些新的核能技術 來補助自己的那個綠色能源 你說到自己多高距 這個風電或者太陽能都好 可能最後你不小心都要忍著 要用少少這個核電 相對於它是用一些小一點的 擺得散一點的 可能我舉個例子想像到的就是 就是說你把發電機組 放在一個大步山的深山裏面 或者就是我真的亂吹了 就是它究竟容不容許你這樣放在深山裏面 你冷卻那些問題怎麼算呢 還有那些如果它有些什麼 要有壓力的氣體排放那些 那些問題是怎麼算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總之就放在一些比較深藏的 一些離開居民住宅 不需要太遠的一個地方 有些什麼問題突然之間很容易握住它 也都不會有一個深溶解 或者污染離下水的呢 那其實這一種這樣的微型發電機組 其實在近年你說到就算是在加拿大 美國和中國大陸 是已經不是討論的階段 是真的行動的階段 那這個因為我們香港對於這些核電接觸 那個感覺很遠的 所以我們就不是很感覺到別人的發展 那你說微型是微到幾型呢 剛才我們有一點講笑 就是說在後花園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到這樣呢 這樣講 你可以想像一下 在屯門青山灣那些發電機組 都幾壓定的 是不是 但是它現在講的這些發電機組 你想像一下 可能一個 一個七人足球場這麼大 是在講這麼小的地方 就是可能台長你從你的寫字路走到外面 那個公園那個小型球那個足球場 那就是壓那個地方就可以了 當然實際上它要壓多少 就看你加多少那個去 如果你想要兩倍發電量的 那你就要把這些東西砌大一點了 所以它可以做到就是說 譬如你在香港這樣 我這個其實亂說 你如果只是想去給一個這樣的機組 來供給你那個 九龍半島的發電 那你譬如可能在網船裡做一個 那其實可能這麼近 但是就是因為它夠偏小的話 它就算有什麼事出來的污染 就不是說你要方圓50公里的人疏散 可能純粹就是只不過方圓 就是一公里左右的人 那就要疏散 甚至乎它根本上 其實就不會有一個開放性的洩漏的 那它很容易就將那個洩漏 控制到一個範圍裡的 我們希望就能夠有一種這樣的能源 而且最後出來的那個發電機組 通常是偏小的 你要滿足了整個香港的需求 你都要蓋幾十個才行 但是當然了 我不會認為香港需要 就是突然之間 一下子蓋四、五十個 這樣的小型發電機組 來滿足了香港所有的需求 但是可能在說 你是有四、五個這樣的地方 將它分別擺在一個人煙比較疏落的位置 甚至乎方圓 這樣就可以滿足到那個要求了 那這個我想你說 現在是描繪了一個很美好的圖像 但是問題就是 當人類如果發展到這麼好的時候 大家一起增加很多的用電量 那是不是都升高了那個地球的溫度呢? 那這樣說了 現在我們知道那個最主要升高的來源 就是來自那個營氧化碳 那些這樣的溫室氣體 那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就等於地球蓋上薄一些的氣 那其實我們就說了 你想地球那個溫度降回 你就減少了碳排放 甚至乎將大氣上面的那些營氧化碳吸回來 其實就是可以這樣的 其實如果直接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可以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多 那些人繼續是用人口越來越多 整個能源需求越來越多 但是就是沒有令到地球溫度上升 就是理論上可以做到的 那我明白了 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不是要回到以前 是只不過是要將現在這個情況 要將它停留在這裡 就是這個兩個問題停留在這裡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而且就是大家都要 就是如果你跟別人說 為了要將來冷靜一點 而犧牲現在的經濟活動 我覺得沒有什麼經過國家願意接受 甚至乎你要人每個人過 林超英這樣生活呢 可能是沒有人會 我是 appreciation她可以這樣的 但是就是 我也可以啊 我辛苦你了我是可以的 我沒有冷氣的 但是這樣說你行你就要求自己了 但是你很難你要是迫別人全部跟你 是這樣的 人人的體質不同 有些人肥一點真的怕熱的 我都比以前怕熱了 你看看我我現在多肉了 還有啊 如果你在香港夏天最熱的時候 你叫的士司機關掉冷氣 怕會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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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會死人 是啊 所以就是說 對於那種綠色能源的追求 就是我會覺得靠未來人類的科技進步 跟著就靠政策執行 然後就靠我們個人的行為 那才是一個比較可靠的次序 你很難就大家約定 好像社會運動搞 大家一起省電 每天都地球一小時 那麼你 這些東西就拿來做宣傳而已 最後就是 那個效應 這個就是違反了人性 是啊 就是違反了人的劣根性 我不是說這個行為 就是這些這樣的運動不應該搞 而是我是不信對人是不信任 就是基本上靠不住的 大家都是繼續掩護我 是不是 那這些都是希望靠科學 就盡量給一些好的解決 好 我們這些集合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